大家好 首先塔尖暖男在此再次感激七一探 參加了塔羅工作坊的朋友們 當日大家的參與程度也很高 反應也很熱烈 事後的feedback是100%良好 我真的非常感激大家 當日大家都不停給我洗腦 我已經一而再再而心強調 基於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是要直接跳下水游 而不可以慢慢地聽這樣聽那樣 所以大家都不停聽我講 Active Learning Active Memory 但是As promised 在事後我在YouTube會上載這條影片 當然不會是當日全部的內容 但是會是一個簡略 而且透過圖像有一個高度刺激性的recap 希望透過這些檸檬 去令大家勾起回憶 然後進行二次學習 真心希望塔羅工作坊 大家有得著 有東西帶回家 有東西寄到一輩子 而不是想完就算了 拜拜 先講塔羅的起源 當日叫大家不需要抄這裡 因為你抄都抄不及 不過大家記不記得 塔羅的起源曾經有一個 我也不是很拜的 就是有些人說 咦 來自中國的唐朝 OK 但其他更加可信的說法 我們由上而下去看 第一有人說是來自猶太教的卡巴拉神學 因為在希伯來文 T-A-R-A-H 就是等於法則的意思 然後又有人說來自古羅馬 因為在拉丁文 Rota 是等於一個輪 一個轉輪 我們稍後會有圖去看一看 然後有些人說是來自吉福賽人 因為吉福賽語裡面 T-A-R 即是紙牌 就是我們今天經常打羅去玩的紙牌 但是最深入民生的說法 就是古埃及 相信是一個神譽 因為本身那本 The Book of Thoth 是一本畫冊 裡面充滿一些象徵性的圖像 這些圖像是包含了一些大智慧 給王族去管理國家 然後T-A-R 是解王 R-O是解道 在埃及語 而同時 T-A和R-O-S-H 加起來 又可以解神證之類 即是它不單是為管理國家 亦可以是為一個人的心靈 去造成一個提升 所以 塔莫來自古埃及 這個是一般最深入民生的說法 希望大家當日會記得我講過這些介紹 好嗎 大家記不記得這張牌叫什麼名字呢 然後在這張牌上面 我們會看到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大家現在麻煩去回憶一下吧 好 然後這張牌 相信大家是沒有印象的 因為說真的不好意思 當日我忘記去表演這張牌 但是我事後 我也很有心 咦 我忽然之間 才想起 原來這張牌 都很有關係的 你可以參考我們剛剛看過 有圓圈的那張牌 大家在這張牌裡面 能否留意到一些很共通之處呢 然後跟我們剛剛一邊說的東西 都是有一點點關係的 大家麻煩去金星火眼看清楚這張牌 會找到一些什麼神奇的東西呢 不妨可以去留言區去留言 看看你們有什麼發現 好 大家一定有很有印象這幅圖畫 這個鳥頭的人 究竟是一些什麼人物呢 然後又記不記得 它是發明了什麼 還有它是代表哪顆行星呢 哈哈哈哈 沒有上過工作坊 而剛好有看這條Youtube片的朋友 一定覺得好奇怪 嘩 塔羅和這個人物 有什麼關係呢 之間我們可以 帶出一個什麼的對比呢 然後來到這位 更加鼎鼎大名的 鼎鼎大名的 真實歷史人物 嘩一定更加令人騷擾 但是 參加了工作坊的朋友 有記不記得 為什麼我當時會去show這幅圖像出來呢 這套畫風非常之朴實的牌 是叫什麼牌系呢 大家記不記得 給一個提示 它是以歐洲的一個城市去命名的 還有 而今時今日這套牌呢 在某個大陸上面都很豐盛 大家又有沒有印象在哪個大陸上面呢 看到這幅圖像是否非常之有親切感呢 這幅圖像是否非常之有親切感呢 這幅圖像會令大家聯想到 我們今時今日經常見到的什麼 從古到今 從古到今 從中到外 在這一個 經常都是充滿聲別歧視的人類社會裡面 我很希望大家會記得 RWS這個名字是代表了什麼 還有大家應該有印象 我說過在1909年12月發生了的聲像 它究竟裡面是隱含了什麼能量呢 對我們人類以後是帶來一個什麼衝擊呢 當然這裡更多我在年尾開的尖聲班 有緣會再去詳細講解 在今年年尾 來到這裡我們玩一下 猜猜我試水 大家又記不記得這位美女是誰呢 這幅圖是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選用 萊德韋特牌的原因的 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而同時這幅圖 又 again解釋了 韋特牌的優勝之處 好啦 在塔羅裡面這三張牌是有一個特別的名稱的 大家有沒有印象呢 這裡我就不詳細講解了 請大家現在看回視頻 然後仔細慢慢地閱讀 那但是啊 講到這個直覺的問題 剛好在工作坊的翌日 即是星期六 七月二號 我在Facebook和IG 剛好就出了一個post 是有一些 新鮮滾熱辣的占卜 experience 就跟直覺是非常之有關係的 那希望大家在看這條片之前 已經是看了我的post 那是一個非常之好的Lesson來的 就是要注意一下 在前面中 那邊走就像沒有說 但它已經在設計 穿了一個訊息 小的地步 不用再設計 我們先說 一百分之一 到二十三 每一步 都真的是 甚麼 我們 等一下 聖杯4這張牌告訴我們 完全相信直覺是沒用的 當我們見到這張聖杯4 我們要小心些什麼人呢? 同樣道理 當我們見到以上 即是在這幅圖裡的塔羅組合 不論什麼牌系 我們又要小心些什麼病痛呢? 同理 不論牌的牌系 但是如果見到這裏的組合 而如果這些牌系有一些特別的擺法 那它們又代表什麼病痛呢? 本來來到這個新奇有趣又好玩的環節 相信大家記憶都是有心的 因為當時的反應是非常之好 這些現實人物 或者是虛構小說的人物 例如月夜套和孫悟空 和宮廷牌又有什麼關係呢? 同時我希望大家記得 我們曾經去對比過 拳杖牌組和寶劍牌組裡面的宮廷人物 然後我們在這裏找一些異童 即是它們相同和相異之處 希望大家的印象都非常之深刻 和我們在這裏找一些異童 這樣所謂的確實在的話 我們會約一人福主 一位與兵器 我們只會在兩位階級 彼此要好 有一個現場 我們還是一位 我們應該是一位 多方便 大家要來看 我們請坐 我們正在這裡 我們就要一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亦都解釋过,为什么我们这个工作坊赶牌的时候会由宫廷牌入手的 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它和我们最容易relate得到 第二是因为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儿童 它对我们的直觉思维或观察能力的培训是最强的,最快捷的 第三是因为它们非常有指向性,记不记得什么是指向性? 而途中的牌阵又勾起大家的故事 会不会让大家记得我讲过一个实质例子故事? 是真的发生在我的客人身上的 而这个环节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对吧? 但我最想大家记得的是,嗯? 这两幅很美丽的七彩颜色的图案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印象呢? 以下的图像相信大家一定记得 因为我们在做这里的联想法的时候 大家都是非常之欢天喜地欢声笑语的 好,那图中这位帥哥究竟跟我们讲的细牌有什么关系呢? 以及我来际给这些很random的图案 跟我们之后讲的细牌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记得 以途律去勾起大家记忆的回顾 而来际给大家记得 最后的一部分 當然我們未有時間用我塔尖亂籃本人的故事去演繹這個寶劍牌組 但是首先不如大家去做一個active imagination 大家根據我當日講的故事 你們有想到什麼故事可以去放入這個寶劍牌組 不妨請你們在留言區打出例 如果我覺得是演繹得最好的那位朋友 我會把他的評論編去置頂 還有有機會得到我一份神秘獎品 這是第一 還有第二 大家如果真的想聽我的答案的話 那我都儘管可以在一個工作坊的part 2去分享給大家 大家可能會好奇 你上次的工作坊不是說只是一次一次嗎 是 本身原意是這樣 但是因為事後的好評都不錯 還有上次都真的不夠時間 也都有些東西說不完 包括這個寶劍牌組的故事 也都包括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我本身是想教一個不需要塔羅牌在手都可以占卜的技巧 就是其實你們不需要買牌 但是都可以運用到塔羅的智慧去占卜的一些方法 我想教給大家 但是在part 1沒有時間 是的 也都有其他上次如果說不完的東西 那我可以在part 2那裡去分享 但是這個part 2能否搞成呢 其實就要依賴上個part 1的同學 你們要給更多的好評 即是你們看回我之前whatsapp的mass message 其實我是正在做一個統計 那我都真的要夠差不多的數量 我才可以是會考慮去開part 2 還有這個part 2 我現在打算那個模式就是用zoom class 會更方便大家 亦都可以不需要有一些跟天氣有關的考慮 那個organization不會那麼煩 還有如果我真的能搞得到part 2的話 如果能搞得到的話 這個part 2其實就不是說 你一定要上次上過part 1 那你才可以上part 2 當然啦 你上次上過part 1 我覺得你很應該要上這個part 2 因為上次真的有些話沒說完 但是就算是一些新學員 可能上次無緣參加 但是這次上這個part 2 都可以學到一些新知識 包括那個無需牌 而去用塔羅占卜的技巧 所以一些新的人都可以welcome to joinpart 2 然後再說多次 這個part 2能夠不夠成 就 depend onpart 1的學員的好評啦 那所以儘管希望我們有緣在part 2再見啦 然後就可以去分享這裏的保健的story啦 亦都祝願大家 人生美滿如意吉祥 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啦 請坐下 請我多ց多久 我們請坐下 去你 準備好嗎 我感覺到你